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款新车 也是前些天呢非常火热的一款 时尚联名榜的一款车 是什么呢 就是阿维塔011时尚联名限量版 作为目前国内新能源品牌 第一次找了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一个时尚设计师 也就是现在啊 纪凡希的设计总监啊 全称呢是Mathieu M.William 那简称呢就是M.M.W 这哥们非常厉害啊 尤其是在时尚圈呢也是非常的火热 因为他呢曾经啊跟那个坎爷合作过啊 也曾经呢跟那个Lady Gaga合作过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营销事件 我个人看法就是 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汽车品牌的第一次 当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之前呢就有很多的汽车品牌啊 选择了跟时尚圈的品牌或者时尚圈的设计师 来进行这样一个联名的合作 在1997年的时候 Mini就跟英国的一个时尚品牌啊 Post Meese来进行了一个联名的合作 那包括像啊 英飞尼迪在2009年跟LV也合作过 啊包括布加迪和爱马仕也都合作过 那么作为这次的爱维塔 选择这样一个时尚联名的合作 来去推出这样一个全球限量500台的爱维塔011 到底有什么样亮点呢 很多人呢可能也都知道了啊 包括全身的一个黑色的涂装啊 不同的位置选择不同的这种啊 车漆涂装呈现出这种焦香灰映的这样一个黑色 那内饰呢也选择了像亮面皮还有这个亚光皮来去打造 同时呢作为这个MMW 有它比较引以为傲的一个搭扣的设计也在这台011的车上呢得到了体现 包括在这个前排座椅的后方 在这个中控屏下面的储物空间 还有在后备箱都设计了这样一个搭扣的设计 但这个搭扣设计啊 其实并不是作为汽车来讲的一个第一次 因为我们知道老款的汽车呢 就曾经用过这种搭扣设计 是在后备箱来去绑行李 因为以前的汽车呢是没有后备箱的 那人们在去驾车出行时呢 通常都会把行李箱放在位于后面车窗下面的这么一个区域 然后呢利用绳索来去给它绑紧 那其实我本人来讲呢 觉得这样一个搭扣设计呢 是既有时尚感又有它的实用性也是非常好的 那说回这次阿维塔跟MMW的这样一个合作啊 会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呢 实际上呢从跨界联名这个角度来说 从传播品牌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是起到了他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毕竟呢能够让很多汽车圈以外的朋友 看到并且知道了阿维塔这样一个 呃新能源纯电动的这么一个汽车品牌 那对于呃时尚圈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啊 全球知名的一个时尚设计大师跟阿维塔的合作 而产生购买的这样一个冲动呢 我们只能是说留给市场来去评判了 从我个人来觉得呢 他毕竟不是阿维塔和纪凡西两个品牌的合作 而确切来讲应该算是阿维塔的设计师与纪凡西的设计师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联名的合作 如果是两个品牌之间的合作呢 我相信500台 哪怕是1000台都应该是供不应求 但两个设计师的联名 是否可以在国内引起热销 虽然说有一个全球500台的限量放在前面 因为现在中国的很多年轻消费者还是任品牌 可能你跟他说纪凡西他知道 但是你跟他说纪凡西背后的设计师 他可能一下就不知道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说你去买一个限量版的商品 你更愿意的是跟你的身边的朋友去讲述你购买他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包括他吸引你的点 但是呢 如果说你说出这样一个设计师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特别是作为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啊 时尚圈以外的啊 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 那时尚圈以内的这些人 会不会因为这个设计师的一个联名合作 而对一个诞生不到一年的一个新能源的汽车品牌产生购买的冲动呢 我觉得看市场表现吧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啊 阿贝塔给这款车赋予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情感变动性能 SUV 那这样一个情感化呢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呃 那纯电动车呢 实际上从性能来说 从设计来说 其实现在越来越趋于雷同 那我们再去驾驶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 车机系统给到我们的反馈 包括给到我们在驾驶和乘坐过程当中 是舒适啊 包括方便性啊 包括它的各种场景的应用 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这款车的好感和驾驶体验和乘坐体验 那么情感是否能够真像品牌说的那样 给到我们这样一种感受 可能只能留到后续啊 去试驾或者去真正去开上它 才能够感受到 但是呢 从这次这款联名的产品的 我个人感觉好的地方 就是它确实作为一个新的新能源的汽车品牌啊 做到这样一个破圈的营销 不够的地方呢 就是可能这次 它只是做到了两个设计师之间的联名 如果后续啊 它还可以做到跟品牌的联名啊 当然不一定是G番系了 也可能是别的品牌 我觉得可能说到小辉更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用零打投了阿维塔的车 实际上后面呢 都会是有一些新的玩法 或者说新的做法 也许是联名啊 也许呢 它是一种独特的形式 所以呢 后续我们也期望能够看到 012 013啊 或者021啊等等啊 反正是零开头的 都应该会给到我们这种比较新鲜的感觉 OK 希望你继续关注重车网以后的视频 OK 拜拜 OK OK OK